发威 竟然冷到连车窗玻璃都受不了了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新北市有车主发现 自己爱车的后挡风玻璃 整片都破掉了 欢迎说是不是有人砸车气得爆爱 不过啊 调阅监视录影器一看才发现 是天气太冷 玻璃自爆 还开玩笑说 这真的是冷爆了 车主准备开车出门 却看见自己爱车成了这副模样 后挡风玻璃整片碎裂 难道是跟谁结仇惨遭砸车报复吗 被人家砸破了 哪有 一定是这样吗 他人在这边 他在这边 我说怎么了 他说车子被那个厚波里破掉了 车主想破头都想不到是跟谁结怨 只好赶快报警追嫌犯 没伤到远景一调阅监视器 大家都傻眼了 因为这车窗竟然是因为天气冷 自己爆裂 寒流发威 全台都有感 新北市树林区这名车主怎样都想不到 破坏自己车窗的竟然是看不见的冷空气 不过整排车怎么只有自己这辆受害 大多可以承受这样的膨胀差 那可能是他那台车第一个有可能是老旧 那或者是他那个玻璃是瑕疵品 李华老师来解答 冬天开车大家都习惯开点暖气 而车外冷车内暖和 温差一大就会让玻璃两边膨胀系数不一样 容易爆裂 其中后挡风玻璃上头 因为有储物线 会透过加热来消除雾气 但也同时加大了室内外的温差 提高爆裂几率 所以提醒民众天气冷嗖嗖 但车内暖气不要开太强 导致温度剧烈变化 空调得要慢慢加温 也要慢慢降温 才不会寒流来袭 让自己的车窗也跟着冷爆了 记者到处历米州新北市采访报道